这是一个while loop回圈的练习,算一个收敛级数 这是一个while loop回圈的练习,算一个收敛级数 好,回圈部分 好,那技术回圈,货回圈 条线回圈,快回圈跟do high回圈 当然了,潮状回圈,当然就是回圈里面可以有回圈,就叫潮状回圈 另外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指令 is break continue,这个可能我们下次再去提 好,这边的话我们先看那个货回圈的语法 这个语法其实因为我们货回圈做的例子比较多 这个原则上我们当然一般来讲 我们要学回圈的话,当然是先从货回圈开始去学 好,那 其他的回圈,其实 你做适度的改写 就是说任何货回圈都可以改写成为其他两种的写法 好,那我们要知道他原则上他的三段式啊,他有出值 条件叙述 条件叙述 我一般来讲这应该是 就是条件叙述了 这边就是条件而已 你条件成立他会执行 条件不成立他会怎么样 跳出来 然后第三段是变数更新 好,那原则上这个大概 就是说语法大来同学应该也知道 你千万不能把这边 大瓜布还有这个三段式这边去加个分号 那样就会错误 我们的初学者很多人在这边会加分号 那是不对的 这边不可以加分号 绝对不可以 基本上就是一个区块 你的整个区块都是在这个回圈里面 原则上这个一个概念要有 那这边其实就一个一个范例嘛 所以我在这个宣告 宣告两个变数 一个叫Counter 另外一个叫上 上线条归零 给他数值 Counter呢 它是用来去 设计 去做这个回圈的 我们一般来讲 这个叫做控制变数 所以你要看回圈他怎么跑 你要看他控制变数 他的一些情况 他从6开始 然后他要 小于等于16 变化量加加 所以是怎么样 所以他就每次相应 所以他跑的情况就是6 7 8 一直到 16 然后 里面的运算做什么 你把这个Counter加到 加到这个加总这个上里面 所以 他的原则就是就是这样 就是就是这样 好 那 另外我们再看 流程图 这流程图 我们简单讲一下 就根据刚刚的那个例子 所以 所以这里的出值是6 逻辑判断是小于等于16 yes 就继续加 然后 记得 回到这逻辑判断地方 帮他做一个夹夹的动作 嗯 好 然后 逻辑条件不成立 他就会跳出回圈 跳出回圈以后 你就可以 输出他什么 原则上 这是一般的 回圈 一般的回圈 好 那因为这个例子 刚刚用分就做过 混运圈 一般来讲 就说在初学来讲 用的用到最多 用到最多 啊 嗯 过微圈也比较好用 因为他三段式 所以你只要看那个三段 你大概就知道 你这个回圈 就会跑那几个数字 就会比较清楚 比较一目了然 那 回圈 也不一定是要增加 他可以怎么样 注意哦 他也可以减减哦 他可以减减哦 减减的话是怎么样 减一 这时候出值呢 就要比较大的数字 你的出值是100 你只到多少 到1 注意哦 这边到1哦 0会不会执行 0不会执行哦 所以这个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说 我回圈 我不一定是每次都往上加 我可以往下减 好 那还有个变化 是不是一定要加跟减 可不可以乘跟除 可以啊 这边也可以乘跟除啊 都可以啊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C sharp 或者内息的神式语言 回圈 尤其是说4回圈 他的 他的弹性很大 弹性蛮大的 那我们当然现阶段 我们就要先让同学学习 这种 那变化量是加加的 跟有比较 同学可能比较习惯 那简简的其实也不会很难 就是可能你要稍微要留意一下 就是你出职的部分 还有你 逻辑判断部分呢 要稍微要小心一点 这里要留意一下 好 那 我们进入第二种回圈 叫做坏了回圈 坏了回圈跟负回圈不一样 他们不是三段式的 所以他跑几次 你要看城市码里面 那个比较摸缩 比较摸缩就是这样 所以 我们会建议同学写 复回圈 如果说你很清楚 回圈是要跑哪几个数值 你就用复回圈去写 坏了回圈呢 也可以 等一下我会拿刚刚的那个程式来做修改 你们一看 那个修改其实是蛮 蛮一致的 好 那这边一个例子 我们很快带过 他说是摄氏30度到100度 摄氏30度到100度 变化量 每10度 好 间隔10度 然后去换算 然后把它输出 这是一个坏的回圈 条件回圈 他就说老师 这根缝回圈差在哪里 这个是出值 这个是出值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逻辑判断 这是变化量 OK 好 来我们把刚刚那个程式来修改一下 就拿刚刚的来修改 我刚刚这个是负回圈啊 对不对 我怎么把它改成坏回圈 你看呢 他修改修改的步骤 蛮固定的哦 好 第一个 因为我在这负回圈里面 我的I是局部变速 所以很抱歉 我因为我要改写成为 负坏了回圈 所以我把这个I 要提到外面 圈告 好 中间的这一段留着 好 改成坏了 就是这样改啊 比如我们直接拿刚刚的那个来改 你这样就会比较清楚 比如说老师这个这么多回圈 差异在哪里 其实差异都不是很大 啊 变化量来哪里 你 区块 要 回去嘛 对不对 区块结束你要回去的 最后一个 加到最后一个 来 加一下 放在这里 好 那我们算一遍 那电脑算 不是人在算 电脑在帮我们算 这是一个for loop回圈的练习 算一个收敛级数 前面他是写for loop 我们这边 改了把for改成 因为我们还在执行当中不能改 所以这边 按红色的停止 好 增错 好 这个for 改成坏 好 这样至少把它改好 好 好 实行 这是一个wile loop回圈的练习 算一个收敛级数 所以这次就换回圈 好 所以这次就换回圈 同学这样应该比较清楚 好 好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流程图 他流程图其实会跟 你用for loop回圈写是完全一模一样 为什么 两个都是什么 两个都是什么 前侧的 两个都是前侧的 两个都是前侧的 注意两个都是前侧的 for loop回圈也是前侧 他的逻辑判断都是在前面 来 还有什么 他的 增量都是在最后面 中间是他的计算 中间是他的计算 初值当然是在这里 所以结构完全一样 跟for for回圈 完全一样 好 另外一个是都外回圈 都外回圈呢 他就是把 刚刚的那个坏 回圈那个坏 放到最后面 所以呢 他是所有回圈里面是 都会执行一次的 那像我们刚刚那个程式 也可以改成都外 好 我们等一下 我们示范一遍给同学看 像这边是一个范例 去算负例的 他用都外去写 每一年 12%本利盒 这边我就不去细讲 他的重点就是他流程图 流程图部分 在进入回圈的部分 来这边前面都是初值 逻辑判断 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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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是放在最后 有没有看到 变化量 永远放在最后 那 好 那我们回到刚刚的那个 程式 看一下 刚刚的那个程式 因为有程式来直接来改 比较好 所以这个就是多坏 那这个怎么改 这个原则上呢 我们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把它直接的 剪下来 贴上去 记得加分号 这边有加分号 然后前面那边 21行那边 剪下来的地方 加一个度 那没有对齐 我们把它 调一下 看起来至少 比较OK一点 这边 可能 好 所以原则上 我们这个可能刚刚刚弄掉了 刚刚很不小心弄掉 所以这个是等于1 所以一样嘛 所以他里面结构的差不多 变化量也是在原来的位置 本来是坏了 变成都坏了 逻辑判断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逻辑判断 还是一样的逻辑判断 这里面 好 那我们把它编译执行一下 这是一个到还有路回圈的练习 算一个收敛极数 好 所以原则上 他里面你稍微要留意一下 就是说就是说他因为他这个I加加 加了以后他才做判断 这里面他可能跟那个 外回圈 他最后的I值可能会差 会有差异 所以这里面你想说那时比较西部的部分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其他的大概架构当然就是这样 好 好 那我们这边因为刚刚前面的这个字串这边 我们在做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修改 好 我这边必须要有空格 好 那我们再重新变异执行一遍 这是一个do while loop回圈的练习 算一个收敛极数 让他们担心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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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